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发表正式声明 在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基础上 召开开会基础上 就针对有关军事政变 改成军事游行的故事 他基本上完全否定了这一切 完全否定了军事政变 在否定军事政变的时候 他把军人 把整个军人 普通的军人全都给分离出来 但是否定了他的领导层 在他整个发言过程 大概我看只有四分钟吧 整个发言的过程中 只字没有提瓦格纳领袖 就是普京厨子 没有提他名字 这个人现在在白俄罗斯 而且还在自由的一个环境中 他在普京发表声明之前 他自己也发表了一个谈话 所以看来双方之间 应该是没有挽回的余地 有一种明确的说法是 因为普京的厨子 他的家人被扣在了白俄罗斯 这样的话 他出于他家人的原因 所以就投降了 现在能够看到的故事 是这样的故事 那作为曾经被 瓦格纳领袖 瓦格纳的领袖指责的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层的军事集团 所有人几乎都在场 也就说普京完全站在了 他对立的一面 谴责了他的行为 所以基本上就跟我们看到故事 就这么一个定性 那这个定性代表着 对俄罗斯而言 应该是一个非常沉重打击 坦白说 客观上造成一个沉重打击 原因就是瓦格纳军人太能打了 所以瓦格纳军人太能打 而他现在对瓦格纳军人的态度是 你可以回家 你可以什么都不敢拒绝战争 你也可以重新 这个给这三条路 你可以重新跟国防部签合约 或者你可以到白俄罗斯去居住 就离开这地方 这三个概念呢 有着不同的成分 对吧 对他来讲 他认为我能够提供了最大保护 没有 他提到可能是不去追究后面责任 对普通的军人 但是对他的上层 他要追缴法律责任 但谁是他被他追缴法律责任的人 他没有提议 那重新签署跟国防部签署合约 和这个作战合同 这就等于把瓦格纳消失了 那你可以回家 回家呢 结甲归田就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你还是普通的公民 如果你对我 对我普京不信任的话 你可以到白俄罗斯去居住 这是一个说辞了 因为呢 现在看白俄罗斯跟俄罗斯 基本上是一体的 也就变成了这是当初普京 所谓要成立大俄罗斯本身的样子 是这样的 就是大俄罗斯的样子 就是俄罗斯 白俄罗斯跟乌克兰 大俄罗斯 那乌克兰拒绝他这一份 所以引发战争 那他对他最大的打击 就是瓦格纳作为军事集团 他独立作战那一部分被消失了 那但是在乌俄战争当中 瓦格纳军人是非常非常能打 那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从哪一方 就是支持乌克兰的一方 还是支持这个普京的一方 都承认瓦格纳军人非常胆 非常能打 然后他们讲述就说这些人呢 很残暴等等 不同的说法 当然有些人认为呢 说这个是因为普京对他们态度不对 是因为没有钱 我个人觉得这些东西已经 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只是针对事情 它已经发生了 对不对 它发生了 对应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那瓦格纳确实就被消灭了 那而瓦格纳在整个故事中 和这个普京在整个故事中 到现在我也认为是普京故意为之 而不是其他如何 是普京故意为之 所以他就不会去对对方有任何怜悯 他对对方没有任何怜悯 那他提出的 对作为这个普京的厨子提出了说 你军事金氏的金氏集团的上层 有架空你普京的这种可能 那是他的一种说法 如果是普京掌控这些的 那他就成功了 所以我以为从各种事项表明 跟他现在表态表明呢 我们跟大家判断是对的 是普京故意为之苦肉计 达到了他的目的跟结果 但对战争而言 对整个大的战争背景 他想取胜乌克兰 或者说防止乌克兰如何如何 这是一个疑问 也就是反过来他说 他愿意在乌克兰战争中更加的冒险 他也不愿意瓦格纳再存在下去 这是他我眼睛里看到的故事 因为从迹象表明是这么表明的 跟大家分享他的正式声明了 这正式声明里面有他的整个文字的说法 所以这是俄罗斯的官方的报道 所以叫封印了瓦格纳命运 封印了瓦格纳命运 就是铲除了瓦格纳 这是他声明的 时间是7月1号 那瓦格纳自己的领袖也承认 瓦格纳不会再存在了 星期六向战败的提供选择 普京向星期六失败的 武装暴乱的瓦格纳私人军 军事叫继承车兵提供选择 可能是就是当时参与其中的 这个参与其中 不知道是基地化部队还是怎么样 那当时我们看到包括坦克兵 这些都有 他们可以跟选择国防部 或其他安全机构签合同 他们可以能够回家 回国这里用的回国 是因为整个军队呢 现在驻扎在乌克兰境内 或者他们去白俄罗斯 绝大士兵跟指挥官是俄罗斯爱国者 致力于他们的国家人民 他们在战场上用勇 勇气证明了这一点 是 所以他自己也承认 就是普京的做法 这只能说就是他的做法 叛乱的组织者把他们给蒙了 利用他们来对抗兄弟 为国家未来 为了国家跟未来 跟他们并肩作战 所以他把责任就退给了 瓦克纳上层 那 感谢瓦克纳士兵跟指挥官 他们在最后一线 最后一刻停下来 没有发生流血 他在解决危机的承诺得到遵守 他说他会遵守他的承诺 就是在解决危机的时候 他做这种说法 那这个说法 我们只能就这么看 我个人不想做更多的评价 我们看到的故事 我们看到的故事 是这么一个完整的故事 那在这个问题上 很多人分歧蛮大 那川普 这个拜登刚才 在也在同时间发言的时候 拜登那个说法 不太不太 拜登说 我们我们绝不能让普京 让这个普京 把这次军事政变责任 推给我们西方国家 这个说法 比较那个 你没有看到 普京在声明中 把责任推给西方国家 这个没有 他里面讲到就是说 瓦格纳领袖们 做了西方跟俄罗斯 跟那个乌克兰 很喜欢看到的 俄罗斯人民之间相互流血 所以他普京的这一份表态 他会把俄罗斯人捆绑在他身边 这是真的 这是这么回事 你有机会跟国防部 其他谦和活动 或者你回家 或者你去白俄罗斯 都可以 三种选择 他的首领叫普里格任 发动了重大兵变 然后占领了南部战区 那普里格任宣布 在与白俄罗斯 这个停止如何如何之后 就是停战之后 叛乱结束 但整个谈判 是与普京的协商的过程中达成 这里他讲得很清楚 在谈判的过程 也就是白俄罗斯是一个 罗亚新科是一个 是一个二传手 他实际只是在转达 有关普京的一些说法 克里姆林公 他发起碰烂乱 是因为国防部想解散瓦克纳 离开了俄罗斯 并去了白俄罗斯 因为这笔交易 针对普里格金的刑事案件 将被撤销 瓦克纳兵变 瓦克纳兵变结束 免疫被起诉 这是基本的他的说法 这个说法本身 有一个说法 对瓦克纳领袖的调查 没有取消 有人说依然在进行 在进行的如何 说法不一 我以为按照普京的风格来讲 他会有他自己算计的做法 我们一直跟大家解释 其实这是一个很烫手的预统 所有他其他的讲官 在看着普京的处理方式 我自己觉得是 因为他这个人 跟普京的关系太深厚 所以即使今天 坐在普京身边一起的那些人 都没有这个人关系深厚 他们跟普京坐在一起的 他是国家也好 军队也好 他这个概念 他那个人跟普京在一起 是因为他们一起长大 这个发小 童年一起长大的 这是一个不可代替 那个时间你是抹杀不了的 所以这种不可代替的关系 也就注定了 普京在处理他的时候 在处理这个人的时候 那所有人都会观看到 普京在对自己 最亲密的人的下方 所以这是普京最大赌注 如何处理没有 都是各自的猜测就法 这是他的声明 我们看到是这么一个完整的声明 相信后面会有动作 首先他得把这件事情平息 但有一个东西是非常明确的 瓦格纳军队消失了 所以我才跟大家解释 我坚持我个人的看法 整个过程是普京做的 整个过程是普京做的 而不是其他的 更不用说 拜登说这个 不能让他把责任塞赃给 不是 我真觉得他不是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就太那个了 说法本身太那个了 所以里面在讲述了 有着还不同的报道 有着普京的讲话 这有一番讲话 这个讲话应该是更详细一些吧 我跟大家放在一起去讲了 就刚才那个讲话 感谢了白俄罗斯的 感谢了白俄罗斯的这个总统 做出了贡献 然后协议他将执行 然后我做的承诺将跟他们进行兑现 那相信这是 但我相信这是俄罗斯士兵的选择 他们意识到悲剧的错误 感谢俄罗斯人民的忍耐团结 爱国 对宪法的坚定 支持 他内部 煽动内部的动荡 注定会失败 所以可以这么讲 在俄罗斯内部 他意识到很多反反弹的人 就是出现了相当大动荡 所以他就找了一个最大的 最具有实力的人 因为网上有不同的说法 就是在俄国军队当中 有着相当多的这种类似雇用兵的东西 就是俄国军方本身这种建架结构 所以他这个说法就等于是 拿拿了这个拿了这个瓦格纳 作为样子 消灭了瓦格纳 收编了瓦格纳 来震慑所有反对普京的人 所以我我我真不认为它是一个偶然事件 这是普京下的套 下套成功了 没有流血 但是成功的来进行 杯酒士兵权也可以这么说 兵变被平息了 那组织者不仅背叛国家 背叛人民 也使得他们误入了犯罪的团伙 所以这是对组织者 那组织者才会下手的 他们希望俄罗斯士兵相互残杀 人们去死去 输掉这场战争 社会崩溃 内乱中 在血性内乱中完全崩溃 他们梦想为他们前天反攻复仇 但他们错了 是 他是借这个故事 他 我跟大家解释 是普京疏离自己 他 所以在出世的时候 我就明确跟大家讲 他是 大玩家 普京是个大玩家 那so far到现在来讲 怎么说呢 历史塑造这么个东西 他就出现这么个故事 呃 但是命运不在他 别看他是大玩玩家 命运不在他手里面 整体国家实力 就是他多大 无论他多没有能力 但是整体的故事 整体 从整体的角度来讲 同样是衰败的 他是为了survive 跟他自己讲讲话一样 survive就是他为了生存 而不是为了能够多大得到 他现在得到不了 无论他多么有本事 我希望很多朋友要理解这点 这是一种天意背书之下 就是普京一定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非常违背天意的东西 你别看他是保守的概念 感谢了那些 忠诚 忠诚国家的人 军队 勇气牺牲 瓦格纳说 报道说 瓦格纳击落了一架军用直升飞机 我们这篇报道来自于 俄罗斯的官方媒体 所以应该是真的 和一架飞机 死了二多个人 那官方没有披露 那瓦格纳士兵跟指挥员 多处是如何如何 为他们做出正确截然 避免流血什么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他这里讲说 类似1917年相当于背后词上的 1917是俄罗斯当时的历史 列宁在1917 列宁在1918 他是在这么一个对比之下 这出现 所以 怎么说呢 就是 我自己认为这是普京做法 那这个做法 他成功了 但是 是否拯救俄罗斯 就是完全拯救俄罗斯 不知道 但对于西方来讲 对于西方来讲 如果他的深度分析 能够 他的事实 能够像我们说的那样的话 我以为对西方社会来讲 是一个巨大的警示 就是 今天的西方社会 有多少能力 有这么一个玩家 跟他可以抗衡 不知道 说不好 但命运不在他那边 命运只是把他放在了一个 一个 就是命运就是天意了 把他放在了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逃生者 他现在成为了一个逃生者 因为国家的实力跟背书 和他遇到整体挑战 把他压闹 wo 音乐